台北市市議區保林 第四的食安風波 又繼續打燒 已經有兩個人 希望還有這個人在病院治療 台北市長 莊萬安臨時 決定要出席行政議會 望中央客棟 看機關部會調查 也來協助實驗 協助農林 莊萬安是表示說 已經要求法務局 來協助加速 占對保林 負責人來進行 機靠啊 必變突散 也會來看 所有的保障 立負的範圍 台北市市市山頂 保林貸宿 技術市部長得會思考 現在繼續擴大 再去市長 莊萬安 臨時變形形庭 去參加行政議會 作為市府的相關作為 並且希望中央 協助加速檢驗 趕緊調查清楚 實際的進行 也希望中央 去看機關部會 通知調查 我們需要中央 來協助的地方 包括實驗室的量能 能夠盡快的 理清事實真相 希望中央 可以看機關 看部會 來統籌調查 這個也不能再太苛責 太苛責 我們這個台北市衛生局 這個樣態是不大 而且這個食物中毒 是非常嚴重 基於這些因素的話 這個判斷的確是不容易的 正在台北市主題作為 今晚安強調 為生局的部分 除了要求布林相關分店停業 調查相關實在來完 也成立 治療固案備來 正在這邊 現今的政策和備來 交流治療的作法 如果健康壓力 第一時間蓋臨 稍後 鑑識去主機 就股安委員做調查 就萬一 也只是法務教 全力協助加小 照應同意 就進行 那公司的財務狀況都OK嗎 本來沒有送萬人 中心 這些都配合調查 法務局 也將優丹波林在日本的道具企劃做設定 並且向盛報的國台三協公司 調查相關的産品質疑憲 和公共亦和協助保障 調查清楚盛報的環境 並且協助 受害的消費者和家屬 正行進行進行協調 電動開表是 今天將會調查清除 數位保險狀況 包括A13大時代 関東相關保險全民都會檢視 看在這邊 發生在保障事件的保險離部的環境 深受包括在來 記者綜合佈渡 我們幫助保障事件的保險